我先講個最簡單的事情 你要罷免就看到連署對不對 那連署的過程 其實只要民進黨動下去 基本上要承案沒有問題 那大家關心的人已經說 那罷免會不會成功 罷免復婚其實有難度 大家都知道嘛 可是我問一件事情 票是怎麼來的 復婚前當選立委的票怎麼來的 你沒有組織動員嗎 你不用去拜票嗎 一個村一個村一個里長一個里長去找嗎 一個社團一個社團 你去社團的時候是兩串香蕉去嗎 兩串香蕉你就會支持我嗎 他要支援耶 大家在選舉不用開玩笑這種 基本 復婚前才剛選完 1月13號才剛選完 明年1月31號之後 如果可以對他發生罷免的話 他又要兩串香蕉去找里長嗎 靠他太太是縣長夠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花蓮縣有沒有反復婚期的 有嗎 國民黨到民進黨 花蓮市長跟議長 好第三個 你知道復婚期加他太太 壟斷花蓮政壇 壟斷 這個壟斷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花蓮國民黨的終生代 當到議員之後沒有出路 因為照道理議員做完之後 你要進組的大概兩個位置 一個叫立法委員 一個叫做縣長 因為這十幾場 我看 從復婚期加入親民黨當選立法委員 到後來到他當縣長 他縣長當完又換他太太 他跟他太太兩個加起來就 那四六 要多久啊 四四十六年 十六年嘛 在哪裡嘛 這十六年裡面 國民黨的地方政治人物 鄉政長啦 然後政府議長啦 還能夠更上一層樓嘛 永遠都沒有出頭的機會 這個是我跟你講說 如果民進黨真的去發動罷免 或者有民眾發動罷免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在後面倒三缸 對啊 我講的是很人性 不會明著來嘛 會不會暗著來 那再講第四點 第四點其實是 第二點的延伸 就是資源的延伸 我如果是個鄉政長 或者是個重要社團 華聯的社團女秀 傅婚期總召咩 有人要八年禮 這個時候你要不要來拜託我 要來拜託我嘛 因為我手上有票嘛 我知道我可以動員多少票嘛 你不知道要來拜託 對不對 就算罷免沒有成功 傅婚期要不要脫一層皮 你要去找資源 如果罷免的票數 雖然沒有成功 但很接近罷免票數 萬一是在一趴兩趴以內 下一次選舉就會有問題了 如果是一趴兩趴 你講為什麼他選花蓮縣長 那是一個氣派 氣勢欸 好 我就想說罷免 我們在看他這個罷免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能不能成愛嘛 然後成愛以後能不能成功嘛 成功跟不成功 對傅婚期身上都有不同的意義 好 那巧欣講的 我更高興 因為我壓根希望 讓國會全面改選 我覺得我還要忍受這些立法委員 還沒 才剛開始而已耶 才四個月 我還要忍耐三年八個月 如果明年一二三十一號 可以全部都罷免 那也好這樣齁 對啊 大家都來一次嘛 對 對不對 國民黨如果還是國民 還是國會最第一大黨 而且直接過半 願賭服輸啦 那就是國家的以後的方向 就是國民黨決定啦 如果國民黨賭 賭不起 輸掉了 失去了國會第一大黨 我們也開始知道嘛 可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選罷法不要來得及來得及 因為罷免又不能改變那巴西 對 因為巴西能不能一起 那巴西動都動不了耶 你看黃國昌在那邊沒在怕 對啊 我現在比較困難 現在能動他的只有柯文哲 因為現在國民黨決定改選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困擾的是 那個三十幾期的部分區 不能一起罷免 所以你們要不要立法委員 你們幫個忙 修一下選罷法好不好 提高罷免門檻的時候 同時把部分區的罷免 也想個辦法寫進去 然後從本屆開始適用 拜託大家一下 做公德好不好 好 最後呢 這個黃國昌列兩年都當不完 有沒有 如果真的休息一口 就拜託看看嘛 你家導播還繼續連任啊 對啊 說不定這個民意支持他嘛 也是有可能啊 黃國昌可以證明他是對的啊 上公上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這麼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短期十二點友善紀錄版 等你一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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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